为了要贯彻老人福利政策 落实关怀老人福利措施 弘扬传统的敬老美德 卓西乡公所在过年节前夕 是对这个连满65岁的长者 来制赠重阳节的敬老金 26号第一天是针对卓西 伦山跟丽山村来进行发放 一早就有长者前往到乡公所排队 领礼金 县政府社会处发放的重阳礼金 从过去年满85岁 112年扩大发放 增列发放对象年龄到 年满65岁的长者也能受惠 而为了贯彻老人福利政策 落实关怀老人福利措施 弘扬传统敬老美德 卓西乡公所在过年节前夕 对年满65岁以上长者 制赠重阳节敬老礼金 26号是发放的第一天 针对卓西 伦山跟丽山村 一早就有长者前往公所排队领礼金 公所表示这次发放对象是年满65岁到84岁的长者 以现金方式来发放 每人致敬新台币600元整 如果未能依发放日指定地点领取者 可在113年的3月29号之前 上班时间到社会客来领取 预期为领取者视同放弃不再发放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请回启动几买 请回启动词